在农场发现的十个最恐怖的事情 狼人真的只出现在电影传说中吗? 人与猪结合的恐怖生物你见过吗? 在一个看似平静凝合的农场中 曾有着许多人们都忽视了的恐怖事件 接下来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一同揭示农场发现的十个最恐怖的事情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双头牛 在2015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四月早晨 养牛户正准备去他的农田巡视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将会是他最震惊的发现 当他踏入农场的时候 他的目光突然被一幕一呼寻常的景象所吸引 有一头奶牛刚刚生下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小牛 它并不像普通的牛犊 而是长着两张脸 每个脸朝向不同的方向 这个奇怪的小牛拥有两个鼻子 四只眼睛 两只耳朵和两张嘴巴 让人难以置信 这次的发现绝对是超出他们预料的事情 他们很快发现 这只小牛并不同于普通的动物 因为它拥有两个独立的大脑 协调起来异常困难 它无法从母亲那里正常喂养 因此农场主决定使用奶瓶喂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牛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 专家们指出 像安娜贝尔这样的畸形现象 在一万个新生儿中只会发生一次 通常情况下 这些畸形的生命无法得以延续 很快就会离世 据估计这种情况下 这只双头小牛最多只能活上40天 第九名长尔山羊 2022年 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了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 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山羊闪亮登场 它名叫辛巴 它除了拥有普通山羊的特征外 它还有着异常长的耳朵 据报道辛巴的耳朵已经长到了惊人的21英寸 而在它刚刚降生时 耳朵就已经有了令人称奇的19英寸 但最让人震惊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的耳朵长度还在持续增长 辛巴的主人早早地意识到 这只小山羊注定会从诞生时就成为主目的焦点 确实如此 辛巴荣获了全国性的山羊选美比赛的桂冠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和关注 主人甚至积极联系吉尼斯世界记录 希望能够将辛巴记录为史上最伟大的山羊之一 为了确保辛巴的健康和幸福 山羊的饲养员雇佣了一名全天候的工作人员来照料它 此外还特制了一个盖子 以保护辛巴的耳朵免受感染和外界干扰 第八名蒙马象的骸骨 蒙马象绝对是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 尽管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灭绝 在2015年10月密歇根州切尔西的一个农田里 一个震撼人心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农民詹姆斯和他的朋友们正在进行 例行的大豆农场挖掘工作 突然他们的铁铲发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 不同于普通的石块 最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块古老的木头或岩石 但随着挖掘的继续 一块庞大的骨头盆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块骨盆来自一头蒙马象 曾是一位成年雄性 通过对骨骼的研究 科学家估计这头蒙马象死亡时的年龄 可能在40多岁 生活在大约15000年前 距今已久远无比 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完全呈现出完整的蒙马象 虽然多根肋骨和几块锥骨被发现 但并没有发现四肢甚至没有发现脚 密歇根大学的一族古生物学家 对这个发现展开了深入研究 这头蒙马象的死亡身体高达5米 他们推测可能是古代人类干预 将它击倒并不杀 你见过真正的狼人吗 接下来盘点农场发现的十个最恐怖的事情 第七名狼人类生物 2021年的6月 一个视频在网络上发布 展示了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地区 发现了一只类似狼人的神秘生物 视频画面中呈现出一只巨大的狼 仍然在气喘吁吁地挣扎着 这段视频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引发了人们对这个神秘生物起源的热烈讨论 有人声称他们遭遇了一个真正的狼人案件 然而尽管视频广泛传播 但却没有足够的额外信息 无法确定他的拍摄时间和地点 一些人指出这可能是在阿根廷拍摄的 还有人称这段视频可能是从一辆军用卡车内泄露出来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故事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或验证 因为有关这个神秘生物的信息相互矛盾 而视频的来源和真实性也难以确认 第六名德克萨斯长脚牛 这种特殊的牛甚至赢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拥有世界上最长牛脚的动物 因其引人注目的长脚而闻鸣耳 这些脚可以轻松延伸超过2.5米 其平均脚长约为2米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有些年龄较长的德克萨斯长脚牛的脚跨度 甚至能达到令人惊叹的3米 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 尽管德克萨斯长脚牛在脚的长度上 与其他牛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其他方面却与普通牛并没有太大区别 它们的身躯和体型与常见的牛无异 这种对比使得它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脚 显得更为突出 这些德克萨斯长脚牛不仅仅因其脚引人注目 它们独特的外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尽管拥有巨大的脚 这些牛被形容为温和的生物 不会对人类表现出任何粗鲁或威胁的行为 第五名古罗马头盔 在英国的一个宁静农村 生活着一位名叫埃里克的普通农民 在2010年5月的时候 当时埃里克和他的儿子带着金属探测器 决定在自家农田上寻找宝藏 在寻宝的过程中 当金属探测器发出清脆的声响时 埃里克和他的儿子想都没想 直接动身挖掘 不久后一件古老的宝物显露在他们眼前 那是一个古罗马士兵头盔 这顶古罗马头盔似乎已经潜藏在土地下数百年 它是用华丽的铜合金制成 散发着古老的光彩 被认为是罗马艺术鼎盛时期的杰作 尽管头盔的颜色已经阴长时间的埋藏 而产生氧化反应 但它仍然散发出历史的魅力 当这个发现被公之于众时 世界未知震惊 埃里克决定将这个珍贵的头盔拍卖 开始时他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头盔的真正价值 尽管最初的估价只有2万英镑 但在拍卖会上 最终的成交价却高达230万英镑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第四名瓶树 在坦桑尼亚北部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树 它因其不同寻常的特性 而引发了世界的惊叹 当地人将它称为瓶树 因为它在树干内储存 这丰富的水源 就像一个天然的水瓶 在这个宁静的坦桑尼亚北部 有一个依靠狩猎和采集围生的部落 他们与大自然紧密相连 依赖着这片土地提供的一切 然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发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树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种树的名字 在当地人的语言中意味着生命之源 这种树在干旱季节里 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这棵树的树干像一个天然的蓄水器 能够储存多达40万升的水 在干燥的季节里 当水资源稀缺时 当地人就会爬上这些树 小心翼翼地从树干中汲取清澈的水 满足他们的口渴 你见过人和猪结合的生物吗 接下来盘点农场发现的 十个最恐怖的事情 第三名人行猪 在2018年 一段惊人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 立即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议论 这段视频展示了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一只猪似乎生下了一个 让人瞠目结舌的生物 这个生物的外貌显示出 人类和猪的奇特杂交特征 这个奇怪的生物 有一个看起来像人类脸庞的头部 以及一个未充分发育的身体 视频中它微微张开嘴巴 伸出舌头 仿佛在努力呼吸 然而却没有发出声音 最终这个奇异的生物 无法生存 悲伤的离世 这一异常现象 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担忧 视频迅速在网络上 引起广泛的讨论 令人有趣的是 这并不是唯一一个类似的事件 在同一年也有一个 关于这个奇怪生物的消息 据说许多人试图联系 这些猪宝宝的主人 表达他们对这些奇怪生物的兴趣 甚至有人表示愿意购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与第一只小猪一样 这些杂交猪宝宝 在出生后不久也相继去世 因为他们无法正常进食 第二名农场炸弹 时间来到2022年的4月 在肯尼亚的一个宁静农场 一位农民在农场里 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东西 一开始他们以为 这只是一根类似蔬菜的根 于是决定将其挖出 当作收获的一部分 然而当这个物品 被小心翼翼地带到地面上后 人们的脸上都显露出疑惑的神色 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前来围观 这个发现很快引起了 小小的混乱和议论纷纷 有些人猜测 这可能是一颗奇怪的植物 而另一些人则怀疑 这是一枚炸弹 于是人们拿不定注意 就联系了当地的刑事调查局官员 他们迅速赶来现场 确保了安全 并对这颗炸弹进行了初步评估 据专业人员的分析 这个炸弹很可能是英国军队 在1953年与当地战事发生冲突时 所遗留下来的 幸运的是 专业人员对这颗炸弹 进行了安全回收和处理 确保了周围居民的安全 第一名漆黑的神秘生物 2021年发布的视频 展示了一群农民 在努力击退一种奇怪的生物 在视频中 可以看到这个生物 紧紧地抓住了可怜的山羊 似乎不愿意松开 这个奇怪的生物 看起来体型较小 毛色较深 身体非常苗条 农民们拼命地尝试解救山羊 努力使这个生物松开拓 最终 这个奇怪的生物 终于从山羊身上分离开来 然而 在生物被赶走之后 农民们试图寻找 这个奇怪的生物 但它在黑暗中逃跑了 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个视频引发了 人们的好奇心和猜测 人们纷纷猜测 这个奇怪的生物 可能是什么 然而由于视频中的画面 不够清晰 且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这个奇怪的生物的 真实身份仍然是个谜 人类有史以来 在海滩发现的十种可怕生物 美人鱼真的只是童话吗 你见过20米长的巨型乌贼吗 在茫茫的大海中 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奥秘和生物 海滩作为陆地与海洋交汇的边界 人们经常会发现一些 令人可怕或匪夷的生物 本期《地球最套》 将带大家探索 人类在海滩发现的十种可怕生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奇特的章鱼类生物 这只奇怪生物的体长可以达到10米左右 这个巨大的生物 因其颜色和中间的巨大洞口 而显得非常可疑和神秘 这是在2022年 澳大利亚的悉尼海滩上发生的一起 令人感到奇怪的事件 这种巨大的章鱼类生物 突然出现在海滩上 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当局的困惑 这个巨大生物已经被发现 当地当局立即采取了行动 使得群众撤离海滩 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同时他们还派遣了 穿着特殊服装的科学家前往现场 以研究和调查这个奇怪的生物 这个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们纷纷猜测 这个巨大生物的身份和来历 然而截至目前 专家们仍在寻找答案 尚未确定这个生物 究竟是什么 它从哪里来 第九名翻车团 别名翻车鱼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它有两项世界吉尼斯记录 分别为世界上产卵最多的鱼 和最重的硬骨鱼 一般鱼类产卵大约是30万 而它可以达到 3亿式普通鱼类的10倍 其中最大体长可达5米 重达2000千克类 它的身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扁平圆盘 完全没有尾巴 靠它的两侧突出的尖锐旗 在水下扑动着宛如翅膀 在2019年的南澳大利沙滩上 几名渔民正在漫步 突然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一条巨大而又丑陋的鱼 搁浅在沙滩上 起初他们以为 这是一块海洋生物的残骸 但仔细一看 才意识到 这是一条完整的巨型翻车鱼 它的身躯伸展开来 长达2米 简直比人还要高大 据报道 同一个月 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 也出现了一条巨大的翻车鱼 这个消息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轰动 因为这种翻车鱼 通常分布在南半球的热带水域 而在北半球的加利福尼亚 发现它们属实令人意外 第八名黄带鱼 世界上最长的硬骨鱼类 一般体长为4米 最大体重达270千克 由于体型巨大 黄带鱼的体型细长而侧扁 全身覆盖着银灰色的皮肤 通常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温暖海域深处 水深1000米处 2015年的一个晴朗早晨 加利福尼亚的卡特琳娜岛上 发生了一件异常罕见的事件 一群早起的居民漫步在沙滩上 欣赏着潮水的声 阴和微风的吹拂 然而当它们走进海滩的一个角落时 它们的目光 被一个异常巨大的生物吸引住了 一条巨大的海蛇躺在沙滩上 展示出令人震惊的尺寸 这种海蛇被认为是一种黄带鱼 而且它的尺寸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测量后它的长度达到了 惊人的三米左右 让人们无法不为之惊叹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这条巨大的海蛇似乎失去了它的尾巴 尽管如此即使失去了尾巴 这条海蛇的尺寸依然让人难以置信 二十米长的巨型乌贼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人类在海滩发现的 十种可怕生物 第七名巨型乌贼 是世界上所有乌贼中体重最大的品种 它的体长可达二十米左右 体重约为二至三吨 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 就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深海水域 而我们一般根本就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然而难以置信的是 就在新西兰威灵顿的一个海滩上发现了它 在2014年的一天 人们打算寻找一个理想的潜水点 当他们穿过沙滩时 突然他们的目光被一团异常的东西所吸引 好奇地走近发现 这团东西原来是一只巨大的乌贼 这只乌贼异常巨大 伸展出来的触手足有五米长 它的身躯躺在海滩上 人们相互交换着惊讶的目光 这样的巨型乌贼实在是太罕见了 于是他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研究所 打算妥善处理 当专业的研究人员到达海滩时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这只乌贼却是一只幼体 但即便如此 它也已经非常庞大了 专家们开始进行详细的测量和研究 试图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生物的信息 第六名漆黑的神秘生物 这是一种深海野生动物琵琶鱼 它们通常在数百到数千米的深海中活动 它们的外貌异常 长着许多触角 雌性个体比雄性个体大得多 雌性通常长约两米左右 而雄性就只有可怜的五厘米 这是它们独特的繁衍方式 这些特征让深海琵琶鱼看起来非常独特 也是它们被称为怪鱼的原因之一 在2021年5月 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起让人惊讶的事件 一名渔民在一个海滩发现了一只浑身漆黑的怪鱼尸体 这个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猜测 渔民认为这可能是深海琵琶鱼 但是深海琵琶鱼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生物 怎么会到岸上的 通常情况下 深海琵琶鱼不会靠近海岸 因为它们对深海环境更加适应 因此这只浑身漆黑的怪鱼尸体 冲上加利福尼亚州海滩的事件 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轰动 第五名巨型果冻生物 这个巨大的水母长达两米左右 异常庞大外形非常独特 它的上部呈现出红色 光滑的表面仿佛发出微光 而下部则延伸出一圈极长的触手锤挂在空中 每个触手被分成八个小群 每个小群有多达150根触手 形成了一个宛如光环的结构 在一个2022年春天 丹尼尔一家人来到缅因州皮克斯岛的海滩上 度过一个轻松的周末 正当他们沉浸在欢乐中时 丹尼尔的目光突然被一片红色的物体吸引住了 他的好奇心被勾起 随着他们的靠近 他惊讶地发现那个红色的物体 竟然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尺寸几乎比他们三个孩子加在一起还要大 事实上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生物 一对夫妇和他的丈夫 在2020年4月底 在费里海滩周历公园的海滩上 发现了这只巨大的水母 这只水母约有5米宽 触手长约7米 第四名巨型毛发海怪 这只神秘生物的尸体长达6米 它的外观异常奇特 这个生物似乎比三个成年男人还要大 它有着尾巴或长触角 而且身体表面覆盖着管状的毛发或皮毛 使得人们难以确定它是何种生物 这一段视频是在2018年的 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流出的 画面中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多毛海怪 当地居民对这个巨大多毛海怪感到困惑 因为它的外貌与常见的海洋生物完全不一样 他们纷纷寻求专家的帮助 希望能够确定这个神秘生物的身份 尽管专家们在研究后提出了一些假设 但是这个多毛海怪的真实身份 依然没有得到确定 这起事件迅速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地居民对这只不明生物的身份提出了各种猜测 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某种罕见的海洋生物 也有人将其与灾难联系在一起 你见过真正的美人鱼吗 接下来盘点人类在海滩发现的十种可怕生物 第三名美人鱼 据报道这只被称为美人鱼的生物身高大约160厘米 与正常人类的身高相仿 然而它的身体结构却非同寻常 上半身是人类的形态 而下半身则是一个鱼尾巴 鳞片错落有炙煞是美丽 2006年的一个晚上 一只类似于美人鱼的生物被冲上了斯里兰卡的海滩岸边 年轻人们聚集在海滩上 他们的好奇心被这个异常的生物所吸引 在拍摄的视频画面中 这个生物的皮肤有黑发亮 身体被鱼网束缚得无法自由动弹 人们小心翼翼地靠近 用棍子轻轻戳了一下这个神秘的生物 然而当人们注意到它的下半身竟然是鱼尾巴时 震惊和恐惧充斥着每个人的心头 有胆量的人甚至伸手触碰这只奇怪的生物 试图确认它是否还活着 不过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关注 他们表示科学界并没有任何关于美人鱼的证据或者研究成果 第二名母鲨 世界上仅次于金鲨的第二大绿石鲨类 母鲨的体型庞大 一般体长在7到8米之间 而大型的个体甚至可达15米 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 通过张开大嘴巴 游动时将海水和食物一起吸入口腔 然后将食物滤出再把水排出体外 它们主要分布于西北太平洋 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等地通常栖息在深海中 在2021年 在德国的格陵兰湾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只巨大的母鲨尸体 在视频中一只庞大的母鲨尸体躺在海滩上 它的身体长达8米非常令人震撼 这只母鲨尸体显然是被冲上海滩的海浪所带来的 尽管母鲨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但在陆地上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人们纷纷围观这个巨大的母鲨尸体 人们纷纷猜测这只母鲨可能是在海洋中死亡后 被海浪冲上了海滩 或者可能是受到了其他海洋生物的袭击 第一名抹香精 世界上现存的最大食肉动物 也是所有动物中头最大的一个 身体背面呈现出黑色 负面为银灰或者白色 成年抹香精平均身长15米 头部占动物体长的三分之一 它们能够渗入海洋长达3000米的深度 因此当这些巨大的海洋生物被冲上海岸时 人们感到震惊和匪夷所思 在2016年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 英国的一处海滩出现了三个庞大的 陌生的物体 它们静静地躺在沙滩上 格雷克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奇怪物体的人 他的伴侣和他的工作队伍正在海滩上工作 突然他们惊讶地发现了这些巨大的尸体 于是他们打算进一步了解这些尸体 但当他们靠近时 才意识到这些物体竟然是巨大的抹香精尸体 消息迅速传播 引起了附近居民的兴趣 人们纷纷涌向海滩 想要一睹这些庞然大物的真实面貌 随着人们的聚集 这个海滩迅速变得热闹起来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最昂贵的10只狗 你知道身价24亿的狗生活有多奢侈吗 只能说人不如狗 狗往往是人类最忠实 最亲近的伙伴之一 然而有一些狗的身价 却远远超过一般宠物的范畴 甚至可以与豪车奢侈品相媲美 接下来本期地球最套 将带大家寻找 世界上10只最昂贵的狗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价值超过3000万的柴犬 被日本指定为天然纪念物 自从柴犬在网络上爆火以后 很多人都想拥有一只柴犬 但是其价格却绝不低 高品质的赤柴 甚至都有可能超过1万元 然而柴犬的价值远不止如此 在2010年 一名宠物主人为其心爱的神反狗 拍下了一组照片 不曾想这组照片在网络上窜红 直至2013年彻底闪耀全球 在各大论坛爆火 但是这个故事并未停止 同年狗狗B的诞生 让这位已经登上巅峰的神反狗 迎来了全新的盛世 在2021年 神反狗的照片竟然被制作成了NFT 并在拍卖会上创下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3000万元的巨款 一举打破了记录 不久之后 一只名为Chings的宠物狗 在网络上一军突起 现开了全新的篇章 在2017年 Chings半倒着身体的瞬间 被主人捕捉下来 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一位网友笑道 他就向一块Chings 至此Chings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给其主人创造了上千万的商业价值 以及更多的情感价值 他仿佛让生活注入了新的乐趣 使得很多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 Chings不仅成为了网络热门的代名词 更成为了一种象征 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 但就在今年的8月19日 我们心爱的Chings 却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它的存在曾为这个世界 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成为了我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无论何时 它的身影永远在我们脑海中鲜活如初 死亡并不是真正的重点 一望才是 只要我们愿意 它就在我们的面前 第九名价值30万的葡萄牙水犬 白宫第一犬 奥巴马曾经在白宫养了一只葡萄牙水犬 现在白宫第一犬还有个妹妹 也是葡萄牙水犬 因此名声大噪 再加上这种犬也曾一度濒临绝种 1960年代的时候仅剩下60只 虽说到现在已已经回涨 但还是并不普遍 所以使得葡萄牙水犬的价格 平均都在在10万元以上 品相更好的售价 甚至高达20万元以上 据说白宫内的葡萄牙水犬 价格远不止30万 会飞的狗绝无仅有 会游泳的狗遍地都是 但是能潜水的狗风毛麟角 而葡萄牙水犬有非常突出的游泳和潜水的能力 帮助主人在海中寻回失落的鱼具 驱赶鱼群等 葡萄牙水犬的外貌 与黑色太敌犬颇为相似 毛发成卷曲和波浪式 色彩多以黑色或鹤棕色为主 身材中等 大致在50到58厘米左右 它们焕发着活力 与人亲近无见 而且葡萄牙水犬 对小孩表现出极其友好的态度 成为了绝佳的伙伴 第八名40万元的法老王猎犬 在马尔他国内 法老王猎犬被视为国宝 其地位类似于我们国家 的大熊猫受到崇敬和尊重 因此养这种狗的人 通常都是有钱人和有势力的人士 这种狗不仅价值高昂 而且其血统也极为崇高 一只纯种的贵族法老王猎犬的价格 很可能不低于35万元 这些珍贵的狗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 同时也代表着尊贵的血统 对于有钱人来说 拥有一只贵族法老王猎犬 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也是对这种古老犬种的 真实和热爱的体现 无论从价值还是地位的角度来看 这种狗都堪称珍贵无比 不要被这个名字所欺骗 这只狗之所以得名法老王猎犬 是因为它的外貌 与古埃及坟墓中所发现的 狗的绘画惊人的相似 这些狗通常被训练用于捕猎 因其敏捷的速度和强烈的攻击性而闻名 与许多其他宠物狗相比 它们的性格更为凶猛 考虑到它们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 一些城市不得不禁止饲养这一品种 身价24亿元的狗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 10只最昂贵的狗 第7名50万的罗维纳犬小曼波 之所以成为昂贵的犬种 有一个关键因素 及其珍贵的血统 我们有时可能忽略了 它们最初的蠢种 在如今你所见到的 大部分罗维纳犬都是杂交后代 罗维纳犬以其强健的体格 迅猛的动作和雄壮的气势 堪称世界上最勇敢和强大的群种之一 如今罗维纳犬在军警犬领域 广受青睐 备受好评 使得它在犬类的价值大大的提升 而那些来自正宗德国养殖家 拥有纯正血统的罗维纳犬 其价格可能高达10万元 而有这么一只名字叫做小曼波的狗 受到全世界罗维纳犬的爱好者的喜欢 它曾一度拿下多个奖杯 给其主人带来了不可估计的商业价值 有人统计过它现在的价值至少有50万 正是因为这些狗拥有纯种的血统 代代传承了其品种的优良特质 让这样的纯种罗维纳犬被视为稀有真品 第六名70万的墨西哥无毛犬 永不钓毛的狗 作为世界上最早期的狗狗之一 墨西哥无毛犬不仅以其与众不同的外貌引人注目 更承载着古老的历史和尊贵的身份 由于其受重面比较狭窄 这使得无毛犬成为了养狗爱好者小众圈子中的独特存在 但是一只名为 Toro墨西哥无毛犬公犬在美国AKC赛场上叱咤风云 在2019年成功斩获墨西哥无毛犬公犬排行一的位置 让其在世界的知名度飞速疯涨 而价格随之水涨船高 纯种的一般价格在10万元以上 赛集的更是突破三四十万 更别说这只排行第一的墨西哥无毛犬了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只这样的狗的话 你每个70万根本拿不下来 话说没有毛的动物是不是都非常贵 就拿无毛毛来说 这种异类猫咪可并不是廉价货色 现在又出来一个无毛犬 墨西哥无毛犬的身影仿佛一岛奇观 它在动物界的独特地位备受关注 这种神秘的生物将毛发完全摒弃 身上光滑如玉 更似一尊宝石雕刻的艺术品 第五名百万阿富汗猎犬 最美丽的狗没有之一 这种犬曾是王室 部落首领以及贵族的身份象征 在20世纪初 阿富汗猎犬更成为了英国绅士们的必备之选 鉴于其在国内稀有的存在 哪怕是血统略显杂乱的个体 售价也能轻松突破万元大关 而那些真正纯种的阿富汗猎犬 售价更是高的令人瞠目结舌 很可能要破费十几万才能拥有 而那些参与比赛的高品质个体 价格简直高的令人无法想象 甚至都超过了百万元 阿富汗猎犬的观赏性很强 绝对是家中的一栋花瓶 而且阿富汗猎犬的美容费也是不可小觑的 光每月给他打理就要花费上万元 所以说就算你买得起也养不起 在当今 阿富汗猎犬已然转变为一种 备受瞩目的选秀犬种 而且他经常在一些高档会所 和时尚杂志上展现 第四名120万的骑士查理王猎犬 英国王室中外之选 为世界上唯一以国王之名命名的犬种 这一响亮的称谓 与其优雅的姿态相得益彰 历史上始终是大英帝国王室贵族们的挚爱 他们承载着身份的象征 优雅而尊贵 因此价格往往在30万元以上 对于普通人而言 想要拥有纯种的骑士查理王猎犬 确实难上加难 在2019年一直名为 Hogan的骑士查理王小猎犬 在西敏寺拳展拿下AOM的好成绩 并在诸多优秀的玩具犬之中脱颖而出 一举拿下第四名 并且同时登上了2019年 美国AKC骑士查理王小猎犬排行一的宝座 而他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了 他自身的好几倍之多 据估算他能有120万之多 骑士查理王猎犬智慧过人 拥有浓郁的贵族气质 而天生的聪明才智 更是让他们在无需过多训练的情况下 自然地展现出娇贵而优雅的氛围 价值三千万元的藏骚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十只最昂贵的狗 第三名三千万的藏骚 被誉为东方神犬 2011年北京举办了一场藏骚的盛会 那一年 众多藏骚爱好者和富豪们齐聚一堂 尽赏藏骚之雄资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焦点并非来自名门望族 而是一位青岛的藏骚狼校 他的价码直逼三千万元 在当时引发了剧烈的轰动 藏骚原产于我国的青藏高原 作为世界上有头有脸的犬类 那坚毅的性格 那蕴含的无穷力量 他们曾经勇敢地与狼群战斗 不屈不挠 一只纯正的藏骚 甚至敢将伸手矫健的豹子都置于眼底 在2003年到2013年间 藏骚的名字被推上了神坛 他们依然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而在西藏都一众认为他是天狗 于是在这些光环的映尘下 藏骚的地位逐渐被赋予神秘色彩 它的价格也像野马一样失去了控制 失控的飞涨 在人们心中 带着一只藏骚外出 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随着藏骚在国内的流行 价格持续攀升 更有甚者其价格被炒至高不可攀 甚至有人戏称他们为活的房产证 第二名首富都买不到的杰克狼犬 这时只有富豪才能养得起的顶级犬种 但讽刺的是 就算是亿万富翁 如马克扎克伯格 又或者埃隆马斯克这种常年占据 顶级富豪位置的土豪 他们却也依然无法购买到 纯种的杰克斯洛伐克狼狗 杰克斯洛伐克狼犬的外貌独特 既有狼的神秘感 又有狗的温顺特质 作为真正拥有狼族血脉的犬种 其身价自然不菲 其高智商和勇敢 活泼的性格进一步提升了 其在狼犬中的珍惜地位 尽管没有明确的标价 但在市场上找到一只纯种的 杰克斯洛伐克狼犬极为困难 因此被誉为无价之宝 因为纯种的狼被军方牢牢地把控着 根本不会外流 市面上出现的杰克狼犬都是串串 基因占比超过50%的都少之又少 就算是这样一只血统不纯的狼犬价格 也接近30万元 可以作为种犬的狼犬价格 更是接近百万 第一名身价24亿的钢色四世 世界上最有钱的狗 一般来说豪车 美女和仆人只有富豪们才能享受到 但是作为狗的钢色四世也不差这些东西 曾经还有人统计过 钢色四世的资产至少有24亿 它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定居在巴哈马群岛的一座私人别墅 就这 做别墅价值就高达数千万 内部还有管家专门负责照料钢色四世 以及为钢色四世配置的12名专门的仆人 每天钢色四世出门散步都有专门的豪车前来接送 这些豪车包括劳斯莱斯 麦巴赫等 基本上都达到了数百万的级别 德国牧羊犬的体态本身不差 而且他也有着极高的智商 能跑排到世界第三 这正是钢色四世的父亲钢色三世 所展现的卓越品质 深受一位女伯爵的喜爱 但是随着女伯爵年龄越来越大 再加上女伯爵也没有孩子 于是女伯爵临终前将自己所有的遗产 都让自己的爱犬钢色三世继承 所以钢色四世能有这么多钱 全靠他的父亲钢色三代 而他也成功地当上了狗类的富二代 过上了连我们都羡慕的生活 有时候我都恨不得给他当狗 你知道世界上最昂贵的十种鱼值多少钱吗 第一名粪便比黄金还值钱 吃一口就要25万元的鱼你见过吗 最知名的蓝旗金枪鱼也只能屈居第四 海鲜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有些鱼类凭借其罕见性和稀缺性 成为世界上最奢侈的真品 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探索 世界上最昂贵的十种鱼类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海王星石斑鱼 这种神秘鱼每条的售价高达四万元以上 海王星石斑鱼几乎不会在潜水区生活 它们平常在太平洋的更深处 估计能有将近上千米的深度了 而且市面上基本很难买到活着的海王星石斑鱼 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们能够有如此高昂的价格原因之一 小型海王星石斑鱼与成年鱼在外观上有很大的差异 小型海王星石斑鱼身体呈黄色和橙色相间 而成年鱼则呈明亮的黄色并带有一点燕粉色 由于海王星石斑鱼生活在深海中身体已适应了高压环境 把它们从这样的环境中捕捉出来可能会导致它们的死亡 因此将活着的海王星石斑鱼带入家庭鱼缸的唯一方法是 使用专门设计的压力箱来捕捉运输和饲养 光这些来回运输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与此不同的是 死亡的海王星石斑鱼的价格非常便宜 仅仅不到500元 在日本的街头小吃中甚至经常被用作美味的食材 第九名红薄荷神仙鱼 如今世界上最昂贵的薄荷神仙鱼 居住在夏威夷的一家水族馆中 在2009年该水族馆以高达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这种神秘鱼类 当时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为稀有的神仙鱼物种之一 然而自那时起 在库克群岛附近的东太平洋地区发现了更多这种鱼 导致价格下降至约15万元左右 薄荷神仙鱼以其红 相间的独特体色而著称 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陡峭的海边礁石 深水地区的洞穴以及碎石区域中 由于生活在深海水域捕捉这种鱼异常困难 因此导致其价格异常昂贵 每年全球可能只能捕获几条红薄和神仙鱼 甚至有时可能一条都抓不到 正因如此 这种鱼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海水鱼之一 在美国市场上的售价几乎能达到10万元左右 当然这只是参考价格 实际上因为极其罕见 大多数是价高者得 一般没有具体的价格 第八名淡水源点红 在2014年的时候 温哥华的一家水族馆花费了70万元购买刀 鱼类收藏史上最大的一只淡水源点红 这高昂的价格标签要归功于其稀有性 以及与该物种运输所花的钱 这种独特的鱼鱼是世界上 所以水生生物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标本之一 原产于巴西的江河流域 它们会在白天巡逻 到了夜晚的时候则会躲藏在沙子中 它拥有360度的视野 使得它们非常难以捕捉 淡水源点红的头部呈幽形 看起来丰满圆润 十分可爱 其背部呈纯黑色 还有着许多错落有致白色的大斑点 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 从而非常受市场欢迎 尽管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 使得这种鱼的价格有所降低 但它始终无法与野生鱼相媲美 因此稀有的野生淡水源点红被赋予了高昂的价格标签 吃一口就要25万元的鱼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昂贵的十种鱼类 第七名鱼鱼 在一些国家 鱼鱼可能价格较为亲民 但在俄罗斯市场上 一斤鱼鱼的售价约为500元左右 当然这仅仅是鱼肉的价格 然而鱼鱼真正的值钱的东西在于其体内的鱼子酱 传闻称最顶级的鱼子酱需从经历了60年的鱼鱼体内获得 而每年的鱼鱼产量不足100条 这正是鱼子酱高昂价格的原因之一 在莫斯科市场上 白群所产的鱼子酱每公斤售价超过6000元 在英国伦敦 这个价格甚至能卖到超过3万元左右 而世界上顶级的鱼子酱是按克计价的 每一颗鱼子酱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而最昂贵的鱼子酱 只要吃一小勺你就会消失25万元 鱼子酱供应给超级富豪 它不仅能够滋润皮肤 还具有使皮肤变得细腻光洁的功效 这也是鱼子酱在富人群体中流行的一个原因 这些特性不仅使鱼子酱成为一种美味的美食 更是一种奢华的享受 将富人的品位和身份凸显得淋漓尽致 第六名白金龙鱼 金龙鱼的稀有变异品种 然而这种变异极为罕见 全球范围内仅存不到20条 每一条白金龙鱼的售价高达上百万元 成为收藏家们追逐的珍宝 白金龙鱼的寿命可长达50年以上 其全身呈雪白色并略带透明感 鳞片质感强烈 闪烁着金属光泽 整体外观纯净无瑕 没有一丝黑色的存在 独具雅致之美 观赏价值极高 然而这种变异体的独特身份 也导致了其极度稀缺 因此珍贵纯种的白金龙鱼 在市场上极为罕见 售价十分昂贵 市面上的品种也有微小的差异 但总体数量甚少 因此价格居高不下 此外为了保护这种龙鱼的生态环境 已经禁止从海洋中捕捞更多的这种品种 当前任何公共或私人水族馆中 养殖的白金龙鱼都必须附带相关证件 据说凡事目睹它的人都会带来好运 第五名野生大黄鱼 在2022年 宁波向山的一艘黄鱼捕捞船 渔民纷纷敲锣打鼓 因为船上装载了整整2000公斤的野生大黄鱼 这船珍贵的鱼货已惊人的957万元高价售出 相当于美金2400元 野生大黄鱼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南海和黄海南部等地方 被誉为中国传统四大海产之一 这种鱼的鱼身修长 头部尖锐 唇部鲜红艳丽 与之相比 养殖大黄鱼的头部较为浮肿 唇部颜色则较为淡薄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虽然养殖大黄鱼的产量较高 价格也相对较低 但无论是口感还是鲜味 野生大黄鱼的品质远胜于养殖品种 野生大黄鱼不仅肉质鲜美 而且味道极佳 然而野生大黄鱼的数量在过去曾相对较多 年产量约为5000吨左右 如今市场需求迅速上升 捕捞量急剧增加 导致野生大黄鱼遭受巨大的压力 数量锐减 目前两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已经变得极为罕见 其价值相对来说就更高了 第四名蓝旗金枪鱼 在2019年的时候 一条重达278斤的蓝旗金枪鱼 以2119万元的价格成交 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记录 仔细算下来 平均每斤的价格接近8万元 在喜欢吃海鲜的日本人眼中 蓝旗金枪鱼被称为尊皇 由此可见 它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 蓝旗金枪鱼作为最顶端的名牌鱼类 毫无意外地就成为上层人士的食物了 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 是鱼类中顶尖的存在 所以很多不缺钱的人 都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它 来保健身体 而且作为金枪鱼体型最大的鱼类 其肉质细腻而富有弹性 有质非常丰富 肉色呈现出淡红 使人们的食欲大发 随着蓝旗金枪的名声大噪 它的数量就开始急剧下降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再加上蓝旗金枪鱼生长速度慢 需求量逐渐开始增多 所以就造成了它的天价 而在市场上 你如果想要买一条蓝旗金枪鱼的话 那么只能通过拍卖的方式来购买 你敢相信一条鱼拉的粪便 比黄金都值钱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昂贵的十种鱼类 第三名锦里楼兰 在拍卖会上以1.4亿元的惊人价格成交 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官 赏鱼 它名字的楼兰就是源自于中国古城楼兰 锦里是一种高档观赏鱼 有水中活宝石的美称 它以其独特而迷人的美丽外观 让人们陶醉不已 不仅如此 它那色彩斑斓的红白鳞片 简直是巧夺天工 而其皮肤就很刚出世的精美瓷器一样细腻 再加上它犹如闪烁的宝石的外表 锦里借的超级模特称号 岂不是手到擒来 在亚洲文化中 锦里已经成为珍贵的象征 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基因纯度 在20世纪90年代 楼兰锦里的主人 在日本的第22届和第24届锦里比赛上展示了它 楼兰锦里以优越的外形条件 成功地获得了两次锦标赛冠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锦里楼兰在一次人工提取卵子的过程中 遭受了暴力的行为 最终不幸丧生 尽管如此 楼兰锦里被广泛认为是 有史以来最好的锦里之一 第二名布式鲸鱼 最近 举世闻名的布式鲸鱼肉刺身 在日本创下了空前的高价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每公斤布式鲸鲸肉尾肉的售价 约为2万元左右 仅仅尾巴的价格就如此惊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一只布式鲸鱼能够提供 10吨左右的可食用鲸肉 据此计算 平均一头布式鲸鱼的价格 能够达到上一元 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温带海域 布式鲸鱼的背部呈现出 独特的亮蓝色或蓝灰色 使它们在海洋中非常显眼 这种色彩是由于 它们身体表面的皮肤和蜡指层 反射出的光线 目前日本作为 被允许商业补鲸的国家之一 打算在今年补捞上百头 布式鲸鱼 由于布式鲸鱼的数量 非常的稀缺 导致了它能有如此的天价 第一名抹香鲸 抹香鲸是世界上 现存的最大食肉动物 平均体重能有30吨左右 按照现在的鲸鱼数量 如果有价值的话 最起码超过50亿元以上 更别说抹香鲸 能值多少钱了 就连世界首富买下一头 就足以让它大出血了 但是抹香鲸的价值 还远远不止如此 它拉出来的龙咸香 一颗一般能高达1000元 这玩意可比黄金贵多了 假如说能养 想让它生产龙咸香 就单论它吃饭 就足以让你倾家荡产了 它可是海底里有名的大卫王 成年抹香鲸嘴巴 能够容纳80人 每天估计需要 近是1600公斤的食物 如果你让它吃不饱 又怎么会拉出龙咸香 当然这只是想想 由于本来抹香鲸的数量就不多 而且它只在海底里分泌出来 所以很难唠叨 如果你能碰上 那肯定是祖坟冒清烟了 毕竟只要小小一坨的便便 足以你这辈子吃喝不愁了 你知道澳大利亚 最致命的10种动物吗 每年杀死上百人的动物 却成为国宝 你见过咬合力4000斤的生物吗 在澳大利亚这片 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 有着许多独一无二 而又致命的生物 这些最致命的动物 无意不是居民心中的梦魇 接下来本期地球醉套 将带大家探索 澳大利亚最致命的10种动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澳洲野犬 可能大家的第一眼都会感觉 这澳洲野犬与农村的 土狗大黄别无二致 它们都具有黄色的毛色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这是别的物种 然而澳洲野犬的体型稍大 体重约在20千克左右 尽管外观相似 但切勿将其误认为是 普通的中华田园犬 它们无所畏惧 就跟疯狗一样 赶下水找鲨鱼 甚至连袋鼠都敢碰一碰 令人震惊的是 它们在一天内 能够咬死数千 甚至上万只绵羊 在澳大利亚 唯一的本土大型 肉食动物带狼灭绝后 澳洲野犬 迅速攀升至食物链的顶端 无人能够再将其压制 这导致澳洲野犬的数量 急剧膨胀 已经达到了300万只的规模 它们不仅袭击羊群等牲畜 还对当地人类的生命安全 带来威胁 第九名食鱼 世界上最毒的鱼 也是对人类造成伤害最大的鱼 因为这种鱼有非常好的伪装 它们会伪装成一块岩石 或一块珊瑚礁用来欺骗 食鱼背部有12根毒疾 每根毒疾时 都能释放出100毫克的毒液 一旦被食鱼刺伤 毒液迅速侵入体内 仅仅两个小时就足以让猎物倒下 它们身体上独特的鳞片 呈现出类似石头的纹理 体长一般为20厘米 善于伪装因此得名食鱼 食鱼也被人们称为海底变色龙 根据旁边的环境 从而隐藏自己是动物王国的捉迷藏高手 一旦不小心踩到它们的身上 它们身上的尖刺就会穿透你的皮肤 注入一种致命的毒液 而这种毒素足以毒倒一位成年男性 曾经就有一位潜水员被食鱼所弄伤 而他当时一位就是简单的材料 一块石头 不料一会儿毒性开始蔓延 被刺上的部位产生剧烈疼痛 于是连忙就医 不过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采取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第八名红背蜘蛛 澳大利亚最毒的蜘蛛之一 和黑寡妇蜘蛛长得就跟亲姐妹似的 红背蜘蛛是澳大利亚的原生物种 其胖硕的腹部镶嵌着一道鲜红的条纹 整体身躯漆黑一片 独特的光泽不仅引人瞩目 也散发出隐约的威胁 红背蜘蛛的体型微小 伸长不足一厘米 却拥有毁灭性的毒液 即便只是被轻微咬伤一口 短短半小时内 受害者可能因红背蜘蛛的咬伤而不治身亡 在解药还没出来之前 他就已经杀死了将近二十多人 红背蜘蛛并不主动挑起事端 只有在面临危险时才会采取反击 一旦被红背蜘蛛咬伤 可能引发剧烈的疼痛 肌肉僵硬等症状 如果被咬伤的是 儿童和老年人抵抗力差的 其症状会表现得更为严重 足以将人杀死 红背蜘蛛以昆虫为食 通常将其捕获在自己编织的年网中 一旦昆虫被困 红背蜘蛛会迅速行动 利用其毒液将猎物击毙 每年杀死上百人的动物 居然被成为国宝 接下来盘点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十种动物 第七名 袋鼠 澳大利亚特有的生物 袋鼠以其发达的胸肌 强壮的双腿和优异的跳跃能力而闻名 身高甚至能够站立近两米多 袋鼠绝对不是容易对付的动物 就连拳击传奇泰森都表示 若与袋鼠对峙 它可能会在交锋中吃亏 更可怕的是可能连续三拳都扛不住 2017年一位健身教练在路上 意外遇到了一只袋鼠 起初它并未太在意 因为在这个国家 袋鼠几乎无处不在 然而令它始料未及的是 这只袋鼠突然展开攻势 毫不留情的一脚将它踢倒在地 最终它被送往医院治疗 在澳大利亚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袋鼠打人的事件 每年就有上百人死于袋鼠手中 此外这只是袋鼠的冰山一脚 它们的前肢上有着异常尖锐脚趾 皮肤一旦被它划伤 少说也得留下一条长疤 值得注意的是 袋鼠的后肢同样存在极大的威胁 这些后肢拥有三个脚趾 并覆盖着尖锐的指甲 如果被这样的一只袋鼠正面踢中 就算不死你也少说在医院住上几个月 第六名悉尼漏斗网蜘蛛 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最毒的蜘蛛之一 被其咬伤后短短不到一小时 你的全村就可以吃喜了 它凭借自己小小的身躯 已经在澳大利亚杀掉13个人了 幸运的是在1981年 人们就已经开发出一种 可以对抗漏斗网蜘蛛的解药 不过也需要再对最佳的时间段内 一旦过去治疗时间就算是神仙也就不回来 据统计 至今仍有20多人因受到 悉尼漏斗网蜘蛛咬伤而丧命 一旦人类被其咬伤 其毒液会迅速蔓延至神经系统 引发剧烈的疼痛 肌肉痉挛和抽搐 而且这种蜘蛛有着巨大的牙齿 可以轻轻松松地刺透你的手指 让你痛不欲生 实际上 悉尼漏斗网蜘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蜘蛛 在这种蜘蛛中 只有成年雄性蜘蛛才具有足够的毒性 能够导致人类于死地 第五名蜘蛾 世界上咬合力最强大的动物 经过生物学家测得蜘蛾的咬合力 约1905公斤 这意味着它的咬合力足以轻松将一个成年人压扁 即使铁块进入它的嘴巴也会如同鼠片般脆弱 它们在陆地和水里都是主宰 会对任何靠近水边的动物发动毫无预警的攻击 一旦被咬住 逃脱的概率非常小 再加上将近两吨的咬合力 即使是坚硬的海龟壳 它也可以轻松咬破像豆腐一样 只要有生物靠近蜘蛾的地盘 绝对有来无回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 其最大体长可达6米以上 体重甚至可以达到一吨 它庞大体型和强大咬合力自然而然的 就成为自然界中顶级霸主 研究还发现 蜘蛾袭击人类的概率甚至超过老虎 这意味着与蜘蛾相遇比遇到老虎还要危险可怕 在菲律宾曾有一条弯鳄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 伤了十条人命 最后政府出动军队才解决了这个祸患 第四名香水母 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水母之一 在澳洲 香水母被人称为海洋杀手 有的时候它们甚至比鲨鱼更可怕 据统计 在25年中的时间里 全球有6000人因接触澳大利亚香型水母而死亡 而一只香水母的毒素便可使60名成年人在请客间毙命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盒子 大成年的香水母有足球 那么大香水母的漂浮方式也非常的迷人 然而香水母看起来温和无害 实际他们的毒素就连披霜都有点比不上他的毒素 一旦被澳大利亚香型水母刺伤 病人会立刻感到剧烈疼痛 而后在几分钟内会毒发死亡 不过还有一部分不是因为中毒身亡的 而是溺水而死 一只触须的刺痛可以在几分钟内带来极度的疼痛休克 甚至是心脏并发 一旦被折 受害者甚至可能因为毒素的作用无法回到岸边 最终导致溺水身亡 证实这种强大的毒素 使它成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 一脚踢穿钢板的鸟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澳大利亚最致命的10种动物 第三名赫托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 它被评选为全球最危险的鸟类 此外它还名列世界第三大鸟类 这些巨大的生物如同身躯高耸的巨人 站立时高度可达2.5米 超越长人两个头的高度 体重更是高达70公斤 它们的强大力量完全来自于 坚实有力的腿部和宛如匕首的锋利爪子 其中它们的中指长度可达12厘米 切断其他动物的四肢和内脏 就跟切豆腐一样 此外它们还有着灵活的身体 最高时速能达到50公里 一旦发起攻击 无论是否致命 受害者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它被吉尼斯评为最危险的鸟 并非毫无根据 据记载 它曾经发生过伤人事件 在2006年 有一名男子和他的弟弟 在森林中激怒了这只鹤驼 这只鹤驼运用其强有力的腿 将弟弟踹倒在地 而后袭击男子 利用其锋利的爪子 划伤了男子的脖子 导致男子失血过多 最终倒地身亡 第二名大白鲨 世界上最凶残的鲨鱼 没有之一 如果你曾经看过电影大白鲨 那么不用多说 你就会知道大白鲨有多么危险 它又被称为食人鲨 这个名字可不是凭空出现的 大白鲨之所以留下恶名 多数情况是因为 它们会在未受刺激的情势下 对潜水冲浪的人等发起攻击 你应该知道 世界各地每年都有一些人 丧身于大白鲨之手 被这种动物咬伤一口 几乎就是一击致命 截止到现在 全世界一共发生了超过 二百起大白鲨袭击人类的事件 而在大白鲨口中 活下来的也不敢聊聊数十人 而且它是现存第二大的鲨鱼 大白鲨的身体长度约为四米 而一些大白鲨的身长超过六米 比一辆皮卡车还长 大白鲨可怕而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就是它们嘴里长着又尖又大牙齿 而且牙齿数量非常之多 有的甚至达到一万五千多颗 咬合力达到惊人的1.8吨 差不多是一辆小轿车的重量 搭配口中的尖牙 我感觉一口咬穿钢板不是问题 第一名蓝环章鱼 海洋生物中毒性最强的之一 其毒性比情化物强度高出数万倍 使其成为极为致命的存在 蓝环章鱼这种体型相对较小的 生物体长完全伸展时不超过15厘米 大约只有成人手掌大小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小瞧了它们的毒素 蓝环章鱼所携带的毒液 足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夺取数十条生命 毒液存在于蓝环章鱼的唾液线中 仅有一毫克足以致人中毒死亡 值得惊奇的是 这种毒素甚至在加热后也不会减弱 蓝环章鱼的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 被它攻击以后病毒会使整个神经系统瘫痪 虽然还活着 却已经无力反抗 任由蓝环章鱼摆布 更为不幸的是 至今尚未有有效的抗毒血清 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鸟吗 一脚踢穿钢板的鸟你见过吗 你相信飞行速度能接近阴速的鸟吗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非常温顺的 自然界中其实存在着非常最致命的鸟类 从巨型猛禽载到充满剧毒的小鸟 它们的存在让人不寒而栗 接下来本期《地球最top》 将带大家一同探索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鸟类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澳大利亚喜鹊 澳大利亚最危险的鸟类之一 体长约40厘米 为澳大利亚独特的鸟种之一 这鸟类经常攻击其自行车的人而臭名昭著 它们经常瞄准没有保护的骑行者的颈部进行攻击 更过分的是 有时候一群澳大利亚喜鹊一块袭击人类 对人类造成严重的伤害 澳洲喜鹊主动攻击人类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尽管被攻击的澳大利亚居民并没有触犯鸟巢的意图 但澳洲喜鹊似乎认定有威胁就是有威胁 不问原因直接上来咬你实在有些令人头疼 特别是在每年的7月至12月期间 澳洲喜鹊对人类的攻击达到了高峰 它们会突然从天而降 对靠近它们巢穴的任何人发动攻击 一旦受到攻击轻微的情况可能是头部或面部出血 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在2020年9月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一对双胞胎孩子在户外玩耍时遭到几只喜鹊的攻击 导致其中一个孩子左眼失明 第九名林菊翁 迄今为止 人们所知的唯一一种带有毒性的鸟类 这是一种生活在地处新几内亚等地的中等大小鸟类 这些鸟的背部和前胸羽毛呈现出鲜艳的绿色 而其余部分则覆盖着黑色羽毛 形成了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艺术品 这种鸟的美丽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正如俗话所说 最美丽的最危险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体内携带着致命的毒素 并释放出一种类似于硫化物的气味 这些毒素被认为是人类已知的天然毒性最强的物质之一 经过科学家的测试 一只黑头林菊翁的皮肤和羽毛中含有大约20微克的毒素 如果将它们体内其他部位的毒素累加起来 足以在瞬间毒死800只小白鼠 可见其毒性之强 这种毒素于1990年被发现 最初邓巴赫并未将其当作大事 他不自觉地将手指放入嘴中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舌头和嘴唇开始麻木 整个口腔仿佛被火烧一般 疼痛持续了数小时 第八名红尾鹰 作为北美地区最大的猛禽之一 红尾狂也是全球十大最具威胁的鸟类之一 它的翼展长度能有1.2米 常常在农田上方的温暖土地上自由飞翔 掠过广袤的草原以搜索猎物 每当它以高达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俯冲时 它便能够用其强有力的爪子捕获猎物 此外当射击保护幼崽时 红尾鹰毫不犹豫地对敌人发起攻击 无论对方有多么强大 红尾鹰的力量足以征服幼小动物 较小猛禽 爬行动物 火鸡以及其他体型较小的生物 有报道在2014年指出 一只红尾鹰曾夺去一只宠物狗的生命 让人想不到的是它们还挑食 这种鸟类喜欢食用新鲜的猎物 对于腐肉则并不感兴趣 世界上居然存在飞行速度超过阴速的鸟类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致命的10种鸟类 第7名游笋 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之一 想必大家都知道 游笋以其卓越的速度而闻名 在鸟类界 游笋的飞行速度可所谓是 他说第二可没人敢说 第一曾创下389公里每小时的飞行记录 有时甚至可以媲美超音速战斗机 它们的体长约为50厘米 一展可达一米长 头部呈黑色 犹如佩戴的一顶飞行头盔 毫无疑问游笋被称为飞行界的天才飞行员 一点也不为过 高速的飞行能力使得游笋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 它们运用出色的捕猎技巧 既能在空中精准截击猎物 又能从高空俯冲至地面迅速撞击猎物 展现出非凡的捕食技能 游笋以其超越寻常的速度和锋利的爪子 在瞬间将猎物击倒致命 游笋的主要食物是其他鸟类 如鸽子 咽鸭等 常常成为它们的美味 有些游笋甚至敢于捕食大型鸟类 如鹅或仓鹿 据估计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鸟类是在游笋的捕猎下成为猎物 第六名美洲脚雕 空中飞翔的美洲豹 世界上最大的鹰之一 它们身长可达一米 翅膀展开长度达2.5米 就连成年人躺下的长度都没它长 远远的望去 它就犹如一位佩戴着鸟脸面具的人 脚雕以其强大的实力而在鸟圈相当出名 其中之一便是它们配备了一对巨大的利爪 能够伸展至12厘米 展开时甚至比成年男性的手掌还要大 此外 脚雕的腿部肌肉也异常发达 其抓力更是达到人类的三倍 当两只爪子同时投入使用时 抓力甚至能够达到180公斤 这种强大的抓力 让它们能够轻松地刺穿厚重的钢板 脚雕的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一旦锁定猎物 猎物很难逃脱其手中 几乎注定不会幸免于它的捕食 得益于如此巨大的力道和锋利的爪子 脚雕几乎在空中找不到对手 它们甚至有能力猎食那些体型比自己大的多的生物 这使得它们当之无愧地荣获了 美洲最大最强大的猛禽称号 第五名非洲勉雕 非洲最强大的猛禽之一 它们独特的特征在于 头部顶端有一撮黑色羽毛树立 形似一顶冠冕 因此得名非洲勉雕 非洲勉雕的平均体长约为1米左右 体重可达5公斤 一展达到2.5米 它们的爪子设计很毒 形状酷似肉钩 每次捕猎食都能够轻松地抓住猎物 展现出惊人的猎食能力 一般而言 体型较大的猛禽在空中可能显得笨拙 但非洲勉雕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中王者 因其强大的翅膀和有力的爪子 非洲勉雕能够轻松地提起 比自己重5倍左右的猎物 这使其成为非洲猛禽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从猴子到羚羊 它的猎物范围广泛 第四名食元雕 作为菲律宾的果鸟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老鹰之一 它们的体长通常在1.6米左右 它们的翅膀展开宽度可以超过2米 这一数字相当于两只成年人站在一起的宽度 除了翅膀宽度外 它们的身体也非常强壮 重达7公斤左右 给人一种极深的压迫感 在菲律宾的热带森林中 食元雕堪称森林之主 屹立于食物链之巅 成为这片土地上栖息的猴群的天敌 在这个小岛上 猴子们只能无力地逃避食元雕的追击 但是也逃不掉被捕食的结果 而且它们根本没办法与之抗衡 当食元雕在空中盘旋时 它们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和锋利的爪子 展现出独特的狩猎技巧 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抓住猎物 从而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实力 食元雕的食谱可绝非只限于猴子一种 在遥远的古代 食元雕甚至可能对人类构成潜在威胁 一脚踢穿钢板的鸟类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鸟类 第三名赫托 世界吉尼斯基鲁将它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鸟 此外它如今也是世界第三大的鸟类 它们的体型堪比巨人 高度最高可达2.5米 超出正常人类两个头之高 体重更是可达70公斤 它们强大的力量 全部源自于强健的腿部和锋利的爪子 甚至中尺的长度能达到12厘米 简直就像一把匕首 能够毫不费力地将其他动物的四肢和内脏切断 而且它们伸手矫健 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 这样一脚下去就算不死 那这辈子也算是残废了 这种强大的攻击能力 不仅让动物园的饲养员感到担忧 甚至连二战期间驻扎在新几内亚岛上的 美国士兵也对它们敬而远之 它被吉尼斯评为最危险的鸟 可不是空穴来风的 据记载它有过伤人事件 2006年的时候 一名男子和它的弟弟在森林激怒了它 贺托凭借它强有力的腿将弟弟踹倒 并倒地不起 男子健壮反击 不料被它锋利的爪子划伤脖子 最终失血过多倒地身亡 第二名秃鹰 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鸟类之一 也是高原上非常凶猛的猛禽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它就犹如一架小型飞机 它的翅膀宽度可达三米 每当展开的时候都恨不得将正片天空都笼罩在其庞大的阴影之下 秃鹰的体重可达14公斤左右 远超过其他飞行鸟类 实为鸟类之中的巨兽 秃鹫的生育一直都非常臭 鲜少受到欢迎 有人称它为是带来不幸的生物 因为它们去那 就意味着那里有生物的终结 堪称动物界的柯难 作为食肉动物的巅峰 秃鹫的食量令人惊讶 它们主要以已经死亡的动物尸体为食 被誉为草原上的青稻夫 一群秃鹫能够在短短一小时内 将一只大型动物的遗骸吞噬一空 秃鹫在食物丰富情况下的时候 非常懒就等着不劳而获 但是你若是低估了它们的狩猎能力 必然会付出代价 它们的锐利爪子轻松能够撕裂大型动物 使其内脏外露 在食物稀缺的时候 秃鹫也会寻找其他的猎物 甚至可能袭击家禽等易于捕获的目标 第一名鸵鸟 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认为鸵鸟是一种在面临危险时 会把头埋进土里的胆小动物 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在自然界中 鸵鸟却拥有一个响亮的头衔 即鸟中之王 在鸟类群中 鸵鸟的体型是最为巨大的 同时也是最为强大的鸟类之一 鸵鸟平均中约150千克 站立时的高度能够达到大约3米 有些甚至可以生长到3.5米 这样的身高比起篮球巨星姚明还要高出一个人头 在非洲的广袤大草原上 鸵鸟毫不逊色于那些猎狗和大型捕食者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 鸵鸟的强大脚力 一脚踹下能够造成严重伤害 一只成年的鸵鸟甚至着急了能一脚给狮子踢死 更可怕的是在南非每年都有超过两起人类被鸵鸟杀死的案例 它也是所有鸟类和两条腿动物中跑得最快的 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还能够轻松跨越5米多高的障碍 堪称动物界的流响 感谢观看